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需要通过祭祀的方式进行表达 于是用于祭祀的场所也就变得极其重要 太庙的汉白玉台阶上 走过了多少祭拜列祖列宗的王公贵族 设计坛的坛台中 又有多少君王留下对江山的美好期许 而这些古建筑会告诉我们 哪些有关古代祭祀的信息 皇朝祭祀在建筑上 又有着怎样特殊的要求呢 湖南大学刘肃教授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中国古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一集 第三集 皇朝祭祀 大家好 上一集我给大家讲了 故宫里面的辉煌壮丽的建筑 那么这一集我跟大家讲讲 故宫里面的相关的 别小看这个祭祀 祭祀它是一种古代一种政治性的活动 它不光是一种简单的祭神 在某种意义上 它跟这种国家政治是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中国古代是以礼治国 那么礼中间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祭祀 古书中说呢 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 就是说祭祀是礼教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因为这个祭祀它是一种表达 对天地自然和人文先祖的一种感恩和纪念 在这里我都要说明一下 中国古代的祭祀不是宗教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面来说 这种祭祀实际上是对于后人的一种教育 所以它跟政治上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 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讲一讲 这个古代的这个祭祀 在这个宫廷建筑中间有哪些体现 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皇宫的布局 有三个最重要的因素 一个是五门三朝 一个是前朝后勤 再一个是左祖右舍 那么呢 左祖和右舍 就是在皇宫祭祀中间 最最重要的一种体现 所谓左祖右舍呢 就是呢 左边是皇帝祭祖宗的祖庙 皇帝的祖庙呢 叫做太庙 就是今天的天安门东边的劳动人民文化工 右舍呢 是右边 是社祭坛 就是今天天安门西边的中山公园 在这里我还得要跟大家简单再说明一下 在中国古建筑中间说的左和右 这个左祖右舍呢 是按照皇帝坐在正堂上面 朝着前面 坐北朝南 他的左和右 如果我们一般人对着天安门 对着故宫里面的话呢 我们的左右是反过来了 所以呢 对象我跟大家的关系的话 我的左右 所以左祖右舍 左边是祭祖宗的 祖庙 右边是社祭坛 那么在这里呢 我要讲到这个坛和庙的这个关系 中国古代的这个祭祀呢 有两类要祭的对象 所以建筑也是两类 祭祀自然神灵的 就叫做坛 像北京的天坛 地坛 社祭坛 还有日坛 月坛等等 这种坛呢 是祭祀自然神灵 祭祀自然神灵也是一种感恩和纪念 因为呢 大自然给予我们优厚的生存条件 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让我们过上好日子 所以我们要感天地之恩 这个呢 就是祭祀自然神灵的 这一类建筑呢 就是坛 所谓坛呢 它就是一个台 就没有建筑 像天坛那个环球坛 就是一个台子 没有建筑 那么 另一类祭祀呢 就是祭人物 所有祭祀人物的呢 就叫做庙 或者叫做祠 中国古代 对于某一个重要的人物 或者是先祖 或者是英雄人物 那么他去世以后呢 要纪念他 怎么纪念呢 就给他建一个庙 或者叫做祠 祠和庙是同等的意思 举个例子 比方说最多的就是孔庙 或者叫文庙 即孔子的 全国各地都有孔庙或者文庙 比方说官帝庙 即官帝的 你像湖南有一个屈子祠 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你像四川成都的武侯祠 纪念诸葛亮 永州的柳子庙 纪念文学家 政治家柳中原 那么这种祠和庙 就是祭祀人物的 老百姓的家家户户的祭祖宗 那就叫做家庙或者祠堂 同样的意思 祭祀人物 而皇帝 祭祖宗呢 那就叫做太庙 它本来实际上也是家庙 祭祖宗的 太庙呢 也是一个极其雄伟的建筑 主要的建筑是三敬殿堂 也是重烟武殿顶 十一开间 三层的汉白玉台阶 这个就是太庙的大殿 这座大殿它的规模制度 跟北京故宫里面的太和殿 是同等的规格 是今天中国现存的 最大的三座古建筑殿堂之一 一个就是故宫的太和殿 一个就是这个太庙的正殿 还一个呢 就是明长陵的陵恩殿 也是这种规制 所以呢 这就说明这个祭祖宗的 这个重要性 那么古代理治中间也说到了 君子将迎宫室 宗庙为先 祭库为次 居始为后 那就是说呢 要建这个宫殿的时候呢 首先要建宗庙 那不就是皇帝 所有的人 只要有身份地位的 都要首先建宗庙 建祭祖宗的地方 然后呢 再是旧库这之内的 再是居士 所以呢 像北京故宫旁边的太庙 它跟北京故宫是同时建成的 也是永乐18年 所以呢 这个就说明它的重要性 今天的这个太庙的大殿里面的话呢 当然就记着 历代的这个先帝 的这个牌位 有时候是画像 有时候是牌位 这个呢 并没有固定的规制 但是关于这个 祭祀祖宗的这种规制的话呢 中国古代 还有一个规定 天子七庙 诸侯五庙 大夫三庙 世一庙 树人寄予请 什么意思呢 就是皇帝啊 记祖宗的话呢 建那个庙啊 他要建七座殿堂 诸侯呢 建五座 大夫三座 世呢 一座 老百姓呢 树人寄予请 什么意思呢 就在自己家里的 堂屋中间 另一个祖宗牌位 就是神龛 就可以了 所以古代的这个 天子七庙 建的这个牌内的方式呢 它有一个 固定的牌内方式的 就是太祖之庙 是在正中间 然后呢 左和右呢 叫做昭墓 左边为昭 右边为墓 像这个图上面 太祖在最中间 两边有两个甲史 甲史呢 是历代的 不断地往上面迁移 比方说 第二世 太祖之庙 是永远不动的 在中间 二世去世了 那么呢 四世就进到二世里面 六世就进到四世里面 第八世 就进到六世那个位置 下一次 第三世又去世了呢 那个三世的 就进到那个甲史里面去 五世就进到三世那个里面 七世就进到五世那个里面 然后第九世 就进到七世里面 就这么类推 一代一代的这个皇帝 去世以后就这样 但是那个太祖之庙 就是那个开国的 最早的那个 是永远不变的 这是中国古代理智中间 关于这个庙制的 这么一种规定 但是呢 事实上 我们查过史书中间 历朝历代的这个皇帝 祭祖宗 并不一定完全是 按照这种制度来的 这个是可以有所变通的 比方说今天我们看见的北京的太庙 它就是中轴线上三座殿堂 最重要的呢 都在前面那个大殿里面 当然在这个大殿中间的排列的时候 就太祖排在正中间 然后就是二世 三世 四世 五世这么排 就是这么一列排过去 并不是按照那个 真正建祺座庙那种方式 这个是有所变通的 这个是关于这个庙 天下的太平 与政权的稳固 在古代都是历代君王 所追求的目标 其中祭祀 也是他们用来实现 这一愿望的重要活动之一 无论是来年的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还是民众的安居乐业 战事的无往不利 似乎涉及到国家常治久安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通过祭祀的方式 来获得上天的庇佑 那么在进行这些祭祀的时候 不同的古建筑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又传达出哪些有关祭祀的 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下面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谈 设计谈 我们平常一般人的语言中间 江山设计 江山设计 老这么说习惯了 尤其是那些古装电影 戏剧中间 老是江山设计 什么意思呢 本来设计跟这个国家 并不是完全等同的 设是土地之神 计是五谷之神 中国古代是农业国 土地和粮食就是最重要的两个东西 当然有土地有粮食 那就说明什么呢 五谷丰登啊 天下太平 所以久而久之呢 这个设计跟江山 它就联系在一起了 所以呢人们就 江山设计 江山设计这么说了 正而把警说的时候呢 设是土地之神 计是五谷之神 所以叫设计坛呢 那就是呢 皇帝要每年到这里来 祭设神和祭神 这两个神 我们现在图片上看到的 就是北京的设计坛 就是天安门的西边 今天的中山公园里面 这设计坛的这个坛台 坛 我们前面说到了 它是一个台子 坛者不污 就是坛上面不见建筑的 那么设计坛呢 又非常的特别 我们看这个坛台的 中间那个地方 从那个土中间 生出来一点点 这个就是土地之神的神主 它就是一个石头桩子 埋在地底下 上面露出来一点 然后这个坛台上面 我们看到没有 那个土是有颜色的 有五种颜色 这就配合着 阴阳五行的观念 这五种颜色 我们现在看到 东边是青色 南边是赤色 红色 西边是白色 北边是黑色 中央那个色神的周围 那一圈呢 是黄色 那就是呢 青赤 黑 白 黄 五种颜色 就对应着呢 东南 西北中 五方 它也是呢 对应着中国古代的 阴阳五行中间所说的 中国古代的 阴阳五行观念里面认为呢 世界万物 由五种元素组成 那五种呢 金木 水火 土 互相对应 东边是木神 是青色 南边是火神 是赤色 西边是金神 是白色 北边是水神 就是黑色 中央呢 是土神 对应的是黄帝 所以呢 它就是黄色 所以这个金木 水火 青赤 黑 白 黄 东南 西北中 五方 五色 它是互相对应的 那么 不光是这个檀台 我们再看 这个四面的围墙 这个檀台 它是一个方形庭院 四面有矮的围墙 围着 但是这个围墙 只有四方呢 你这个颜色有五种 所以呢 你看东边是青色 北边是黑色 南边呢 它就改为了黄色 就没有用赤色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围墙只有四方 西边是白色 四面围墙的这个墙体 它都是用不同颜色的 这个流离砖 起起来的 东边是青色流离砖 南边是黄色流离砖 西边是白色流离砖 北边是黑色流离砖 我们如果不懂得 这个东南西北中 青色黑白黄的 这个概念的话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 觉得这个建筑 会有点奇怪 但是实际上 它是表达着一种 阴阳五行的哲学思想 这就是社祭坛 我们刚才讲到的是 这个故宫的建筑的 祭祀中间的 左祖右祀 那么除了 左祖右祀之外的话呢 它还有 还有其他的一些祭祀 比方说刚才说到的 太庙 皇帝祭祖宗的地方 但是呢 人们又奇怪 在故宫中间 它不光是太庙 它还有一个奉献殿 奉献殿也是祭祖宗的 崇严五殿顶九开间 也是最高等级的 但是它只有一层的 汉白玉台阶 比那个太和殿和那个太庙 稍微低一点点 但是它也是最高等级 但是这个奉献殿又祭祖宗 太庙又祭祖宗 那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要简单地说来 就是太庙所祭的是 国家的祖先 而奉献殿 祭的是清朝的 帝王的祖先 那就是说 那个是国家的庙 这个是 皇帝家里的家庙 太庙 中间呢 它不光是祭了清朝的 历代祖先 所以呢 太庙等于是国家祭祀 这个呢 就是皇帝家里的家祭 就像老百姓祭祖宗一样的 故宫里面跟祭祀相关的建筑 还有一个东西比较特别的 那叫灾宫 灾宫本来是在天坛中间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皇帝在祭天之前 先要到灾宫里面 灾界三天 以表示对天地的敬重 但是呢 天坛我们就知道 那个地方第一是离故宫比较远 第二呢 大片的这个空地 天坛呢 它占地很大的 是故宫的将近四倍 但是呢 它没有多少建筑 里面周围都是苍松脆白 大片的这个森林 虽然天坛里面有一个灾宫 而且敬畏森严 在宫周围甚至有城墙 但是他的这个 还是让人感觉到 皇帝要在内阁里面住三天呢 仍然还是有点害怕 再加上什么呢 康熙皇帝去世的时候 皇子之间争夺皇位的那个斗争呢 极其地激烈甚至残酷 虽然雍正是继承了皇位 但是他上位以后的话 仍然感觉到呢 这个地位有点不太稳 所以呢 不敢随便 到天坛里面去灾界 在那里住三天 所以他就想出一个办法呢 就说叫做境内灾 就在故宫里面做一个灾宫 我们看到的就是故宫里面的灾宫 故宫里面的这个灾宫 当然没有天坛灾宫那么大 但是该有的东西必须有 比方说 你看到那个前面都有几个石台子 其中有一个石台子呢 就是放灾界同仁 在天坛的灾宫前面 建了一个亭子 叫做灾界同仁亭 在那个大殿的前面的月台上面 所以灾界同仁呢 也就是一个尺来高的一座铜像 那个铜像 据说呢 做的是唐朝著名的宰相魏征 是做的他的像 这魏征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原执建的官吏 所以这个灾界同仁呢 就一定要做这个魏征的像 放在这里好像是监督皇帝 还有一个呢 这个灾宫里面的这个天花 做的无比的华丽 我们说中间那一块叫灾井嘛 可以说是故宫的所有殿堂中间的灾井里面 最华美之一 你看它四角变八角 八角最后变成圆 而且这个圆的灾井呢 凹进去很深 然后在那个很深的灾井中间 突出一个龙头 这个龙头呢 形象非常的凶猛 为什么要做成这么一个凶猛的形象呢 它也有一点表示 对于皇帝的那种监督这种意思在里面 所以呢 这种建筑的形式 也为了这个皇帝的灾界来这个服务的 这就是故宫里面的灾宫 在古代 中国以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 南耕女支 自然也就是中国古代男女分工的重要方式 而在皇朝的祭祀之中 为了鼓励百姓对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皇室自然也会以身作则 践行着南耕女支的生产模式来进行祭祀 那么这样不同的祭祀内容 需要怎样不同的祭祀场所 在故宫的整体布局中 又有哪些建筑 可以告诉我们有关皇帝祭祀的信息呢 中国古代是农业国 而且呢 有这个传统的是男耕女支 男主外 女主内 男的在外面耕田种地 女的在家里养蚕织布 这是中国的这个特点 那么这种男耕女支呢 在故宫的祭祀中间也有体现 那就是仙龙坛和仙残坛 仙龙坛和仙残坛在故宫的外面 但是皇帝每年要祭祀仙龙 皇后要祭祀仙残 这个之前呢 先都要在故宫里面举行一些仪式 所以先在故宫里面祭 然后再到仙龙坛 仙残坛去祭 就形成这么一个规矩 那么先说皇帝祭仙残 仙残坛在今天北京城的 正南边的前门大街的西边 它的东边是天坛 它跟天坛两两相对 皇帝每年要到那去祭仙残 但是在去仙残坛 祭仙残之前的话呢 先要在故宫里面的 综合殿里面举行一个仪式 综合殿呢 是故宫中间的三大殿之一 它的规模呢 比太和殿小一点 它是一个四方形的建筑 这种形式呢 我们建筑学上叫做传坚顶 这种形式相对于那种 重沿五殿顶呢 它要等级稍微低一点 朴素一点 但是实际上 这个建筑看上去朴素啊 实际上做得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精美 它除了那些皇帝上朝的 一些仪式以外 它很多的这个祭祀活动 是在这个中间来举行的 再说到祭仙荣 皇帝每年要祭仙荣坛祭祀之前呢 先要在那个中和殿里面 要阅读祭文 要检查那个祭仙荣的那个祭文 那个筑板和相关的一些这个准备活动 检查完了以后就运到仙荣坛去 第二天皇帝就去仙荣坛进行祭祀 仙荣坛的祭祀这个礼呢 叫做清庚礼 这皇帝要在这里来种他的那个一亩三分地 这是皇帝的自留地 他就在这里来清庚 每年要到这里耕种一下 表示对农业架色的这一个重视 皇帝清庚的时候 那是一个很浓重的仪式 一个老龙牵着一头牛 然后呢皇帝跟在后面这个梨 也是用这个黄段子包起来 干牛的鞭子也用黄段子包起来 皇帝就跟在这个牛后面 真正的要离三根来回 离完以后的话呢 就是由朝廷大臣来撒种子 撒完再由老龙来附土把它盖上 皇帝这一个仪式做完以后呢 他就登上一个台子 叫关庚台 然后就看朝廷大臣们 他们再来耕种 最后做完以后 这个仪式就结束 说到这个仪式的时候呢 这还有一个故事啊 清庚礼啊 本来应该是一个很浓重的礼仪 事先都要做好准备的 但是有一次呢 这个嘉庆皇帝祭祀后呢 就出了楼子 怎么呢 就是嘉庆皇帝去离地的时候啊 那个牛就死活不肯走 怎么赶他也不走 老龙脱也脱不动 最后就是周围的这个朝廷大臣们 一起上来 和老龙一起 就是硬拽着这个牛啊 就来回走了三圈 这就算是皇帝这个清庚就完成了 然后皇帝就在那个观庚台上 再看其他的朝廷大臣们祭祀嘛 结果一看其他那些个朝廷大臣们赶的牛呢 也都是不走 甚至有的牛挣脱了这个江绳 就乱跑 在这个仙龙坛里面 皇帝就非常生气 所以呢 就下令把大型县县县 宛平县县县县 就革职 然后交刑部一处 顺天府的福颖也严加一处 怎么出这种事情 这说明了皇帝对于龙根架设 祭祀仙龙的重视 说到对于这个龙根架设的重视呢 我们还要讲到一个 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是一个在学习的皇帝 他不光是学习汉文史知识 还学自然科学 当时西方的自然科学传进来了 他也学自然科学 那么说到龙根的话呢 他也对这个龙根也虚心地学习 甚至有很深的研究 相传康熙皇帝在西苑 丰泽园那块地方 有一块他自己的自留地 他就做成实验田 他正儿八经在那里做龙根的实验 每年种什么样的稻子 到了定时来看 有一次呢 他就看到有一株稻子 长得很特别 平常一般呢 是要九月份才成熟 那个水稻啊 那一株稻子呢 怎么六月份就成熟了 长得很特别 康熙皇帝就把这一碎稻子 给收下来 然后第二年又耕种 进入实验 果然后来就种出一种 新的这个稻米 又好吃 然后呢 还提前三个月成熟 本来九月成熟的 他六月份就成熟了 这个时间大大的缩短了 稻子又好吃 他就把这个就叫做玉稻 这就说明一点呢 这个康熙皇帝 他对于这个农耕架设的这种重视 说完皇帝的清耕 既先农 那么我们下面就要说 皇后的仙禅 男的是耕 女的就支 支呢 就要养蚕子 私支 那么呢 皇后就要来主持 仙禅的仪式 北京也有一个仙禅坛 但是不在故宫里面 仙禅坛在哪里呢 是在北海的北边 那么呢 在祭祀之前 先还是要在故宫里面 在哪里呢 就在故宫的后山宫 前山殿是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后山宫呢 是乾清宫 昆宁宫 中间有一个交太殿 就在这个交太殿里面举行 交太殿跟这个乾清宫 昆宁宫的关系是这样的 原来最初建的时候呢 没有交太殿 就是乾清宫 是皇帝的寝宫 后面是昆宁宫 是皇后的寝宫 只有这两座寝宫 中间没有 后来呢 就为了模仿前面的三大殿 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就在中间加了一个交太殿 这就形成了后山宫 那么皇后要在交太殿里面 先祭 先禅 也要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 也要检查这个残商的 相关的这个工具 在商业的这个工具 很简单的 无论就是钩子和框子 但是这个钩子和框子 它是有礼仪等级的了 皇后用的钩子是镀金的 杆子是用这个黄段子包着 装商业的那个框子 也是用这个黄段子包着的 那么公主和徽子的就要第一等级 那个钩子呢 就是镀银的 杆子也是包黄段子 这个框子也包黄段子 再低一个等级 就是一般的其他的福建啊 和其他的命户啊 所以命户就是朝廷高官的这个夫人 也参加这个仪式 一般的就是涂红幽七了 那等级就更低了 检查完这些的话呢 第二天再到这个仙禅潭去祭祀 出席这个仪式的人呢 很多的 皇后的清禅仪式啊 这个礼仪很隆重的 她不光是皇后 公主 妃子 福晋 和朝廷三品以上官员的这个夫人 全部参加 所以那个场面很大 从故宫祭完以后 然后去这个仙禅潭呢 一路上还要什么呢 还要用布连 隔着两边的马路 因为都是女性啊 就不能让老百姓随便看的了 所以故宫外面的那个仙禅潭 原来是在安定门以外很远的呢 就确实是麻烦 一路上还要这么浩大的队伍 还要这个遮蔽 后来就改到附近 就改到北海那里了 就这个原因 清禅礼 也叫工商 工商是什么呢 亲自去摘商业 就在今天的这个仙禅潭 专门有一个商员 里面就种着很多的商树 皇后啊 这一帮这个夫人们呢 就在这里呢 摘商业 摘下商业来 皇后呢 要亲自把这个商业 交给这个残妇 就去养残 这个礼 就算这里结束了 虽然是结束了 但是呢 后面还有事情要干 残子长到一定程度 就吐丝 接茧了 皇后还要亲自去烧丝 把这个丝抽出来 叫烧丝 烧丝去织井 织丝绸 织完以后再交给这个宫廷的造办处 还要染色 还要做成这个 以后的这个礼服 这就才算是皇后主持的这个工商礼 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农耕祭祀的一种典型的象征 清朝作为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王朝 许多习俗 包括祭祀的方式 都与汉族王朝有着明显的不同 而作为负责清朝祭祀工作的萨满祭祀 他们举行祭祀的地点更是十分多的 那么这种祭祀地点的选择 究竟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内涵呢 请继续收看 如果古建筑会说话 第一季 第三季 《黄朝祭祀》 讲完农耕祭祀的话 最后我还要讲一个就是这个萨满祭祀 因为清朝是满族 满族最先有一个他们本民族的一种宗教 叫做萨满教 这萨满教是一种多神信仰 所以萨满教的这个祭祀呢 他也比较奇特 清朝在入关之前呢 就在沈阳已经建立了小朝廷 我们知道沈阳保留着一个故宫 那就是清朝入关以前他们的皇宫 里面就比较完整地保留着萨满祭祀的这个特征 沈阳故宫里面有一个清宁宫 我们看那个图的左边那个 就是沈阳故宫的清宁宫 当然他的规模比北京故宫的这个昆宁宫要小一些 后来北京故宫萨满祭祀就选择在昆宁宫里面 昆宁宫本来是皇后的寝宫 是皇后住的地方 规模也很大 从严五殿顶也是九开间 但是他晋升只有三开间 皇帝的是五开间 那么昆宁宫本来是皇后的这个寝宫 但是满族进入到北京 统一全国建立清王朝以后呢 他就在故宫中间选择了这个昆宁宫呢 作为萨满祭祀的场所 在这里同时又有皇后的居住 而且皇帝大婚要在这个里面 所以这个殿堂里面的结构呢 就很特别 特别在哪里呢 首先就是他进门不从中间进 从偏东的侧边进 我们再比较看沈阳故宫的清宁宫 和北京故宫的这个昆宁宫 就可以看到 平常一般的殿堂的进门 都是正中间进门嘛 而既是萨满的沈阳故宫的清宁宫 和北京的昆宁宫呢 就都在偏东的侧边进 这就跟一般的殿堂不一样了 然后在进去以后的话呢 它就分成两半 东边的一半的话呢 就是皇帝大婚皇后居住的地方 所以那里面就保存着农奉洗床 就是皇帝结婚的时候 当时的那个样子 然后西边的这个寺开间 比较大的一片呢 它就要在山面做那个炕 来做那个萨满祭祀的特殊的场合 你看这个就是昆宁宫里面 萨满祭祀的场景 它三面都是炕 炕上有各种各样的神位 那祭祀旁边还有那个煮肉的大锅 这之内 这就是昆宁宫里面的场景 那么皇帝皇后 举行完婚礼的时候 还有一个祭祀 什么祭祀呢 第一就要先到那个 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奉献殿 去祭祖宗 祭满祖的这个祖宗 祖先告诉他 我结婚了 皇帝娶了皇后了 这是凡事必告于先祖 再一个呢 就又要回到这个昆宁宫里面 再来祭祀这个萨满神 所以这个就是很特别的这个仪式 满族的这个特点 而且祭这个萨满神呢 还有很多特殊的一些禁忌 几个例子 比方说他们祭祀萨满地做那个酒 就必须取那个北京西山 玉泉山的这个水 最好的水 叫玉泉水 祭祀的时候在这个昆宁宫里面 要立那个神杆 神杆就是一个木头 那个木头呢 必须要在东北的吉林的那个深山里面 去取 要取那里的这个木头 而那个山里面呢 又有老虎 于是要先祭山中王 那么 所有这些仪式 都是这个萨满很特别的 另外 萨满祭祀中间呢 大家如果去看的时候呢 会发现 那个萨满祭祀的这个神像啊 很多地方的一个标志中间 都有乌鸦这个图像 为什么呢 就是也是因为这个萨满祭祀中间 这个乌鸦是一个神鸟 一般平常人们说 认为这个乌鸦是一个不吉利的鸟嘛 那么这个萨满祭 跟别的都不一样 就是认为乌鸦是个神鸟 有几个传说 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先祖 这个满族的这个祖先的来历呢 最初就是这个乌鸦 含了一颗这个红果 就被一个女性吞吃了 这个女性就生下满族的先祖 后来就还原子孙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相传这个 当年他们的这个 最初的开国皇帝 努尔哈赤 有一次在战争中间 遇到这个危难 就突然之间 一大群乌鸦飞过来 就保护了他 让他成功地逃掉 救命之恩 还有一个传说呢 就是这个 新传也是他们的先祖之一 这个皇太极 有一次也是在这个危难之中 也是这个乌鸦保护了他 所以在这个萨满祭祀中间 这乌鸦 是他们的一个神鸟 这是一种图腾崇拜 也很巧 今天这个故宫中间 也确实乌鸦很多 甚至有些游客都说 故宫里面怎么这么多的乌鸦 是吧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 因为这个萨满祭祀的原因 这也许是一种巧合 这一集呢 我跟大家讲呢 皇宫里面的祭祀 以及相关的建筑 那么我们后面就接着要问 关于皇宫里面和政治相关的 那种仪式大典 以及它的建筑是什么样呢 这个背后又有一些什么故事呢 我们下一集跟大家再讲 谢谢大家